虽然挖了很多坑吧 但这个狂妇也不能落下 毕竟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这个牢房里的人呢 其实完全不用管他 但是出于人道主意 我还是以身犯险 救救这个可怜人吧 这里是一个秘密同道 那个算是哨兵人偶吧 注意避开视线就可以了 难度很低 很快就可以绕到对面的牢房 拿到钥匙 回去的时候 哨兵发现阵地失守 就都趴在地上求饶了 这大叔猫子还活着呀 这地方的台子 不知道干嘛用的 直接去厨房就好了 切块火腿 起锅烧油 把火腿煎至两面金黄 先放到边上 一会儿给隔壁小孩送去 罐子怎么碎了 你是什么人 经过一番挣扎 阿雅虽然脱离了险境 但人也晕过去了 真怀念啊 妈妈给我讲红眼巨人的故事 那时候阿雅还小 问妈妈 爸爸总是在下面做什么 可是妈妈告诉阿雅 爸爸的工作十分困难 等他长大了就会明白 还告诉阿雅 不管发生什么 都不希望他讨厌爸爸 还约定要一起成为 爸爸的支柱 但睁开眼 看到的却是 在这个时候 阿雅才明白 面前的金发少年 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 反而真的是来救他的 虽然少年想带着阿雅逃出去 可被阿雅拒绝了 必须去救爸爸 不行跟我走 我是受了那个人的 怎么回事 哪里飞出来的手里见 大小姐你没事吧 原来是玛丽亚 已经醒过来了 伸手不错呀 小姐你快走吧 教授就交给我了 大小姐要是出了什么事 教授会伤心的 看来那边也在迎接我了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金发小哥哥靠不住了 隔壁小孩也被火腿吸引了过来 这个必须给他吃 不吃不行 这小孩虽然很饿吧 但十分的讲尾声 餐巾指什么的 随身携带 来 也给你一张吧 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什么 这个门怎么打不开了 这不是刚刚那个吗 不行 必须逃走 等阿雅再次返回的时候 这里就只剩鬼瓦一个人 并没说什么 只是提示下面要把屋子弄成对称的 把长矛给这个人再推过去 扶正油画 推锅王 摘掉上半部分 去对面屋子拿花 插到花瓶里 大功告成 门可以打开了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里是羊毛军 关注我 去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 这里详